剛剛做的這相關的動作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尋找與參照 程式碼這個文件裡面 剛剛的那個公式 原來是做沒有名稱的 後來當然就把它改成名稱 一樣是從C2去找編號跟姓名 那怎麼樣去見那個名稱這邊有畫面 然後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部分 其實資料驗證做清單 之前一直以為好像大家應該都會 可是後來我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對於這個功能這麼的熟悉 不過這個一般我想工作裡面用到的機會其實非常大 因為大部分如果你做成清單的話 它的好處真的太多了 你就不用再去找你到底要填什麼資料 用下拉式清單 反而比較不容易輸入錯誤的資料 所以你要避免使用者輸入錯誤 也許你可以讓他自動產生清單 反正以後又就讓他用下拉式的清單 讓他用選的 選的基本上自然就比較不容易犯錯 那比較不容易犯錯的話 相對你就比較不需要花時間再去找到那些錯誤啦 所以相對最好在剛開始你就限制比如說使用者輸入的方式 接下來呢那如果說我今天呢我想要把它改成V6函數來查 V6函數對大家應該是比較不陌生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查詢介面 按按Ctrl鍵 把這個再改一下 也許這邊把查詢介面改成叫用V6函數 查詢介面 假設我今天呢要查的不是用lookup 而是用V6函數 那我當然可以插入函數 那一樣是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最下面一個 這個V6函數 他實在蠻好找的最下面這一個 lookup value 一樣是找這個tablearray這個就是lookup裡面的哪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 一般是不會選到他的欄位名稱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是要找欄位名稱 要找欄位名稱下面這些資料 那查的話一定是查第一欄 他絕對不可能查第二欄以後的 那要所以呢 查一定是查這個他這個一定是固定的 那待會這個第三個參數是 那請問一下你如果查到的話 002 跟這個裡面的第一欄 比較 找到之後呢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你的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好特別重要那我要把姓名帶回來 所以12 那這邊的話當然輸入2吧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 我們用完全比對 比如輸入0的話 0的話force 指的就是說 你如果給他001好了 你就一定只能找001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會出現 那個 頸 NA 斜線A 指的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如果你輸入1的話 他就是讓你 如果你找的是 001 001沒有的話 他可能就找什麼 找002 就找比較接近的資料 這邊有一個如果true的話 跟force true的話是找接近的值 OK 好那這裡的話當然理論我們用0好了 比較比較精確 OK好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呢 他應該會幫我把001的位置抓過來 OK第二欄 這個人的名字 那當然 其他的資料的話 當然 如果正常的做法是 直接把公式怎麼樣再複製 好然後呢 再貼上 貼上之後你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改什麼 改這個有沒有 本來是第2的話指的是colorindex 指的是第2欄 那你可以怎麼樣 那改第3欄就好了 Enter一下 OK 那以此類推 那底下當然就是在貼上 那這邊再改成4 可是後來就有同學 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可是我的欄數非常多啊 那我如果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 那我豈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讓我達到 我要的這個效果 其實這問題非常好 剛好跟我們 這個 課程裡面會用到一個函數 我在格藝欄的旁邊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什麼 叫roll 如果說我剛好 因為我這個剛剛是2345對不對 那我就需要有一個東西會自動讓我產生2345 所以我只要在旁邊 隔一欄 你可以test一下 這個3 3456 2345 3456 相差多少 差1對不對 那我可以怎麼做 減1 減1 減1之後 哪勾 向下填滿 345 有沒有 跟下 2345 那 這樣子的話 不就完全 match 我們的需求了嗎 對不對 剛剛好 所以呢 你有這個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roll 減1怎麼樣 怎麼樣 放在 剛剛公式裡面 這裡 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的結果就可以做出來 把它複製一下 直接放在這個位置喔 或者你那插入函數裡面跳到這邊來做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或者這個roll 減1 可以 自己打上去的 因為roll這個用到的機會才還蠻大的 roll 減1 那所謂roll是指的是 你目前 儲存格 所在位置的列 是哪一列 那特別至於喔 他不會去管你的欄 他只會管你的列 在哪一列 所以根據這樣的需求啦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的列號會自動增加 而且喔 不會說什麼 像 有些什麼鎖起來 不會啦 反正他絕對就會增 那絕對會增加 剛好 完全 符合我們要2345的這個 需求 所以按確定之後 他這邊是2啦 按確定 剛好回來就2 那如果你把他向下填滿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他會出現什麼 Not Available 就這個 其實為什麼 因為 剛剛忘了做一件事 把這個 2怎麼樣呢 鎖起來 所以你就直接把 Doll加在2就好了 一般習慣是什麼 按一個F4啦 F4 有個多餘啦 就是C根本不用鎖 不過又不用向右填啦 我不是向下填你幹嘛鎖 所以 比較精確應該是鎖 列就好了 OK 這樣比較精確喔 那為什麼要比較精確 後面還會再提到 就是如果你的鎖定技巧 你不清楚觀念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 你做出來的結果 一定會 花非常多的時間 把它打勾之後 基本上其他 還有這個範圍要鎖起來 這個範圍的話 是完全要固定的 所以按 其實也是按 F4兩下 其實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OK打勾 再把它向下填滿 基本上 結果就完成了 那 關鍵就是在這個 Raw-1 OK所以這一題 請各位試一下 是把那個剛剛的 查訊介面 你把它複製一下 本來用lookup 請你把它改 Vlookup 然後 多 增加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 Raw-1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 有Raw 函數之外 其實 未來當然也會用到 另外函數啦 剛剛 剛好跟Raw是非常有關係的 就叫Column Column的話是取得 你現在在哪一欄 Raw的話呢 是你現在在哪一列 所以如果你是縱向的 通常會用列 如果你橫向的話呢 通常會用哪一欄 那就Column 所以這兩個函數呢 將來 用到的機率是還蠻大的 而且 蠻多地方其實都會用到類似 Raw跟Column 去幫我們 自動去 根據 他現在 的列 或者現在的欄 產生某一個 自動化的一個數字 可以幫我們完成 某些 這個自動填入的這個動作 所以2345 而且你可以先在旁邊練習 然後 再 再試試看